不 好 宝宝看 宝贝之家到了 那这别墅大不大 欢迎 哇 杜杜你好高啊 来 这边请 今天来到我们宝贝之家的宝贝 名叫杜杜 虽然只有两岁半 但是却是个话不多的小刺头 他带给爸爸妈妈的 又是什么苦恼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孩子 就是宝宝啊 嘟嘟吃饭的问题 他吃得很慢 然后又不好好吃 吃的过程中 还有各种的小动作 叫你不要玩了吗 专心吃饭 专家饭我们向你玩玩 你走 不要爸爸走了 小心 小心 你赶紧吃 你再不走 爸爸一个人走了 爸爸一个人去玩了 爸爸一个人去玩了 对啊 爸爸一个人到外外去了 吐啊 然后就是你喂它 它会用手剥开啊 就是故意的 还往你身上打 好像那饭砸到你身上了 好像发怒火一样 你为什么把馒头扔到地上 你看看 扔的到处都是 还有菜往地上吐 为什么 为什么扔 一水一块 馒头 菜 都往地上扔 往地上吐 为什么 你知道你错了吗 你错了没 第二的就是孩子这个 就是有点偏执 好了好了 套上垃圾垃圾桶 好好的把垃圾桶套上好吗 别玩了 这奶花辣就往地上倒 对吗 说 说 你对了 说了 你说你把奶倒地上对还是错 说话 说呀 说呀 每次从来不认错 好了 别哭了 第三个就是 就是孩子语言 因为在孩子两周多了 感觉还是吐司不清楚 你在这蝌蚪 蝌蚪找妈妈 蝌蚪找妈妈 蝌蚪 蝌蚪 看到了 在念蝌蚪 这念蝌蚪 蝌蚪 这个是念蝌蚪 不是 这念蝌蚪 蝌蚪 外人一听 说什么呢 宝宝说什么呢 娘 我想要帮你进来 你说错了 你表达错了 那不叫我想让妈妈绑起来 你走太快了 这妈妈这个车没轮死怎么走 我们去哪 上不去 有个上个台阶啊 你看着她很费力 很费劲 想去帮 她说了不让帮忙 你要去帮忙 她不行 你帮了她 把这个事情完成了 她要重复 好 倒回去 重新去做一遍这个东西 我们上不去 上不去 你能上去吗 她固执的性格 我觉得频率特别高 几乎感觉 只要她有一个小想法 就是按照她的想法 她的要求去完成 去做 把那狗踢在后面 好 来 你看 不是 你这狗就拉着她嘛 在摔车了 这样会把车摔坏的 知道吗 好 我们去那边玩 爸爸拉着你 你看 你把腿这样架到 爸爸拼到 你看 有垃圾机呢 不要烫 不要烫 你躺着吧 你躺着吧 妈牛 我走 你躺着 站起来 妈 心动嘴 心动嘴干嘛 快起来 爸 找东西打你了 爸 真的找东西打你了 妈妈 不要妈妈 我打你屁屁 真的找屁屁啊 她们家还是会有这种暴力的惩戒行为的 因为她这么小 你跟她讲道理 她没用的 一点无用 你打的话 还是一样 越扶越厉害 不要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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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爸爸忍你了 是不是 不要 你看 你看 不要 嗯 不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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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是 不要 其实我们看这个杜杜啊 他不管是摔车的行为也很好 把手脏脏也好 并不是因为当下这个事儿不开心 而是因为他这一天的压力是没有释放 他这两个动作都是在告诉妈妈 我很生气 我很愤怒 我心里有很多的压力 但爸爸妈妈不理解 就觉得你在搞破坏了 不得不说 杜杜真是个执着的汉子 但架不住爸爸和妈妈的联合共事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的宝贝也有各种让你苦恼的问题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在微信中搜索育儿大师官微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相关育儿知识 大 大 大 十四楼 大个十四楼啊 那来 我们一起搭 十四楼 好 你过来 我们一起搭十四楼 好不好 看我妈妈摆这个好越来越高了 你看看 我自己搭 你是成心的吗 成心的吗 对 这个小孩我觉得她的那个专注力短 然后玩一件东西啊 有时候再玩着玩着她就没耐心 就开始搞破坏了 别动 看 所有的小朋友 其实最开心的堆积木的时候 不是说我把积木堆得很高看的那一瞬间 是我推倒的那一瞬间 轰然一下一个立体的东西倒塌 空间的变化 然后以及这个啪的声音 这是最有趣的 但妈妈没有意识到 这么多玩具 看 还有车 快过来 会跑的 来 你看 毕竟哆 狗哆 我也放在地下 这个还绑了一个骨头呢 让狗狗爱吃骨 GOOD have 可以牵着它 should e 遛狗狗了 在地上 哪些放地上 哪些放桌子上 這個能放地上嗎 在地上 主次發音 不是特別清晰 這個能放地上嗎 這個可以站在地上 看 在地上 那個可以 這個能放地上嗎 也不能 也不能 在地上 什麼東西 我放這兒 放這兒 你放錯了 不行 兩歲多的孩子 它正處於一個167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行為 就是秩序敏感行為 所以這個玩具 它就應該放 放在桌子上 不能放在地上 你放在地上 我就不開心 有音樂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什麼歌 你 你會唱不 你不是會跳嗎 你不是會跳嗎 來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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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幫你來計較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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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怎麼了 我 好像有點跟它搶 是嗎 我看看不行嗎 我 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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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壞 沒有壞 你會把刀摔壞的 知道嗎 這個時候可能是媽媽想要教 孩子說這個車怎麼玩 孩子你一開始在介紹這個玩具給孩子 我們說可以引導他這個是怎麼玩的 但孩子要玩的過程中 千萬不要做的就是搶過去 你這車多好 你把它摔壞以後 沒有玩具 我摔壞 不許摔 我摔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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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啥 說 你摔壞 不可以 你摔壞 你想屁股開花了 你想屁股開花了 那一會兒就要送你了 我的 你的 你的 你摔壞 你摔壞 媽媽好兇 今天有說家長挺不了解 理解孩子為什麼突然出現了很激烈的行為 為什麼玩到好就要摔壞了 因為這是我的車 你突然拿走了 它已經不是原來我最完美的那輛車了 所以我現在寧願把它摔壞 表達我的憤怒 看爸這個車摔壞了 你說對不起 對不起 好好說 又看上孩子認錯了 好好說 你說對不起 然後媽媽以後我不摔了 你說 對不起 好 你說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寶寶似乎好像說的 不是那麼讓媽媽滿意 認錯的 對 是 其實看到這個寶寶的表情 就知道 他其實並沒有覺得他自己錯了 這樣的認錯 沒什麼意義 基本上他說出對不起的情況相對是比較少 經常是應付你 這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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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 你看看他長得像誰 你想想屁壳是啥 你告訴我 我就給你 你說 對 媽媽 感覺也在植苗期 對 寶寶哭了 好了 給給給給 好了 屁哥不是豬嗎 有時候他就是 純粹就是跟你鬧情緒 這明明是個豬 或者說明明是隻貓 他被說這是狗 是什麼有那麼重要嗎 我說這不是豬 那你第一反應應該是好奇的說 那你說這是什麼 對 你說一個哪怕 很天文很不照片 那你解釋一下 你會發現能聽到特別美的答案 走 我們去客廳玩 走 寶寶 來 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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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他可能覺得 這個小狗我自己能拿 你不要幫我 然後你一幫他 就會成反了 然後他可能一個是來脾氣 一個就是 還會按照他的想法 這樣去完成 他摔壞了 輕輕的 和媽媽玩耍的過程中 杜杜的倔強性格 讓媽媽變得束手無策 接下來 杜杜又會做出什麼 讓媽媽頭痛的事呢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們 如果您家的寶貝 也有脾氣倔的問題 抓緊掃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枚碼 或者直接在微信中搜索 育兒大師官威 關注節目公眾號 了解更多 疏導寶貝情緒的好方法 不要弄這個 不要弄這個 我們好好拖一拖地 好不好 對 肚肚勞動 這樣怎麼拖啊 就這樣拖 因為這個沒有 這個就是這樣的 你不要動了 肚肚還是一個 學習能力挺強的孩子 其實就是做樣子 拖也拖不乾淨 就是弄一下 好 要幫忙嗎 不 不 你拿反了 她頭在下面呢 我也要拿 來 算了 我來吧 媽媽是個沒有耐心的媽媽 其實 我來吧 你不要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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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慢了 我 我不要慢 這個媽媽特別在乎 快慢 完成 對 抖開 學媽媽幫忙嗎 看著她慢吞吞的 我們也著急 馬上想幫幫她 往往得的結果就是 幫也沒用 然後她 我們還得必須 反過頭來 按著她的想法去 你蓋起來 怎麼裝東西 怎麼扔垃圾進去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把它蒙起來了 怎麼扔垃圾進去 她剛才把袋子蓋在這個桶上 還挺有想像力的 她說這是桶的蓋子 其實這個寶寶 的確 她挺扯扭的 挺倔的 但是她有太多 可以誇的點了 家呢 家呢 爸爸呢 爸爸去買菜了 等爸爸 沒有 爸爸去買菜 等回來了帶你去燒屏帽好不好 等爸爸 爸爸出去了 沒有 爸爸出去買菜了呀 買水果呀 回來給你吃水果好不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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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 不許扔 不許扔 只要能夠拿得動的東西 都可以往地上摔 然後根本就不懂得什麼 叫愛護 其實這東西是 嘟嘟發洩情緒的一個方式 誰讓你扔的 誰讓你扔的 那奶粉 你弄得怎麼喝呀 你還喝啥呀 嘟嘟有著自己的行事方式 決定的事情 似乎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那麼造成她如此执妞性格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呢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們 如果您家的寶貝也有各種 讓你苦惱的問題 抓緊掃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維碼 或者直接在微信中搜索 育兒大師官威 關注節目公眾號 了解更多相關育兒知識 那麽妹 等等 手大大叫 你您是嚇她 lok cognitive 她外面就快不用了 那頭壹縮一縮了 你看她咬了cle啊 你在家她咬了 предлож 趴上去了 Irena 那你看烏龜 insult 哇 這兩條腿好有力氣啊 好 你看 真咬你 我张嘴了 张嘴的时候 你这手收回来 听到没有 来 你拿着 试试 好了 就这样被你压死了 好了 你放哪儿 你看她害怕 那头都不敢伸出来了 是不是 你家刚买回来 那只乌龟 她就是拿着 摇摇摇摇摇摇 摆摆摆 来 你爸负责 把桌子上水擦干净 好不好 行不行 把它都闷死了 你看她用纸巾堵了 那个嘴巴 她还笑 用手按回去 她那个乌龟的头 她也会笑 她可能是不是觉得 一种好玩的感觉 会更多一点 不要这样捏 这是水都跑衣服上了 袖子弄 不要丢 她故意往地上丢东西 这种情况 我们引起了打她的情况 特别多 你不要摸她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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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她的水 拍开她干嘛的 打她她会疼 救命啊 要乌龟一步 除了你爱哭谁爱哭 都不哭的 你看乌龟哭不哭 你打乌龟乌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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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乌龟的都不哭 这个父母的 教导方式 我觉得还是真是 得好好跟他们聊一聊 她打乌龟这件事情 她没有任何的阻折的动作 没有 转转 那你慢慢转 就会把乌龟摔了 知道吗 我们要转轻轻地转 对不对 这样 在这转可以 这个就不会掉下来了 慢慢转 小心摔了 可以拿起来 对 可以拿起来 小心一点 慢慢摔 看 看到了 小心一点 慢慢放 慢慢放 你看 看到没 这个父母真的 同意孩子这样玩 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 他暴力的原因 全自来自于 每天的日积月累 最亲密的人的影响 就是爸爸和妈妈 所以孩子这样的行为 不仅不会随着 他年龄的增长 他的认知能力的提高 而减退 他会越来越严重 上幼儿园会欺负 其他小朋友 除了脾气倔强外 还是个暴力宝宝吗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的宝贝 也有各种欺负小动物的行为 抓紧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在微信中 搜索育儿大师官威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 改变宝宝暴力行为的好方法 快吃饭了 来 不吃饭 不吃饭吃啥 不吃饭 你看你的乌龟已经在上面了 不 乌龟一直上来 来 这妈妈是硬把这个 肚肚塞到这个婴儿层幕里面 那个放在下面 放这儿 放这儿 吃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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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顺着她 她饭也不吃 就跟你摆情绪 踢桌子 或者说哭闹 但是我们也扭不住她 其实你看杜杜 她是一定要拿着这个小狗来吃饭 代表她心理上 觉得玩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应该姜惠妈妈的是 如何让孩子觉得玩这件事结束了 可以吃饭了 你想吃什么 吃谁掉还是吃馒头 宝宝 你吃啥 看她的菜倒是挺丰富的 对 应该还算丰富 你看绿叶餐也有 对 还有排骨 动物性的食物 包括凉的热的 这一餐应该说 从营养角度上来说 是比较齐全的 别管乌龟了 乌龟在睡觉了 宝宝 豆子吃饱了 妈妈吃饱饱了 妈妈说的也是方言 所以宝宝 她说话说不清楚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我是牛 你是什么 我是牛 你是牛 牛 牛 不是牛 牛片 偶片 偶片 我家宝宝吐司不清楚 经常把偶片说成牛片 药说成肉 不许吐 慢慢吃 慢慢吃 好 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奶奶喂 奶奶喂 我宝宝 老妈妈吃点饭好不好 我宝宝 我宝宝 对 先吃老爸 好吧 吃好一碗 让妈妈吃点饭 换位 换位置 你不是要奶奶喂吗 你是家里不是奶奶喂 奶奶喂 好吗 爸爸喂 那就不讲理了 真的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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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喂要不要 奶奶不能打 妈妈 好吃饭 她爸爸又过来了 哎呦 大调整啊 这一个小朋友吃饭全家出了 我们家轮流喂 还是属于常态 一个小孩三个人 喂饭的状态 妈妈 你先让爸爸喂 好不好 妈妈吃完饭 妈妈也吃饭 妈妈得饿的 妈妈也吃饭 你怎么 我宝宝吃起来 因为她平时表现出来的呀 我觉得也是 爱摔东西 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摔 你在怎么搞 你怎么吃饭 就爷爷洗一下 你放点饭 你自己吃一会儿好不好 老子要喂 下班 下班也要上学了 我接着 吐出来了 就在吐 不高兴啊 不乐意的 你让他吃 他不吃 不想吃 然后就开始 哎 吐 有时候还会 受出那个夹偶的动作 哎 吃饭吃饭 自己吃 哎 哎呦 自己吃一点饭 大大大 那不 哎 先吃吧 去吧 去吧 那拿筷子去吧 那拿筷子吃 吃饭 哎 哎 干嘛呀 干嘛呀 杜多多还在吐口水 在吃饭的时候 发生吐口水这个动作 爷爷奶奶在乐 爷爷奶奶 确实可能会觉得 他算他挺好玩 这动作本身也没有太恶意 但是父母其实也没有去 对这个动作去训斥他怎么样 妈妈不要 你让爸爸好好为你吃饭 妈妈不要 我怎麼幫妳 有沒有嫌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間段 可以把孩子抱走了 就不吃了 這頓飯就結束了 他以後的動作一定會 越來越不靠谷 不過他吧 不要踢 不要踢 這個跟妳說的一百遍 腳不要夾到座就啥 張嘴 嘴巴趕快咬 趕快吃 幹嘛呀 吐出來 來 不分在妳 吐天上嗎 吐 一 她的一切的行为 包括踢桌子 包括去扔东西 吐口水 吐饭 都是告诉你 我不吃 我就是不吃 每餐都是要吃一两个小时 就是天天如此 顿顿如此 来 坐在爸爸身上 赶快再吃点 再吃一点点 你干吗 再吃一点 你吃完了再玩狗 吃完了再玩狗 你不吃完不给玩狗 再吃 再吃 又吃一点点 别说了 赶快吃吧 你吃饱了 这个吃完了我就去扔东西 你看她都离开那个餐桌 说她还在喂她 就她这个吃饭的状态 她那些营养素 像她那些微量元素 绝对不会是说满满的 或者说合格 这样吃饭是不行的 都必须要改变 别人都吃饱了 就顺你了 来 你说的 站着吧 我给你把狗狗拿 好了 听话 宝宝 那怎么看狗狗看着你呢 好了 来 来 爸爸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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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了 不打屁股了 爸爸 爸爸 不用哭了 不用哭了 好了 不要哭了 爸收起来 你不哭 听到没有 大鼻涕都出来了 这小孩也不怕打 怕疼 就不怕人这种情况 对他来说拿东西 威慑性更强一点 来 我们吃两口饭饭 你说这个烂谁 他们家这些饭 最后就落到两个字 浪费 你拿着饭头去喂它 它故意就拨在你身上 就故意打到你身上 这个鸡 你看看 你看看 这被你搞的 你看爸妈妈这弄的 到处都是 你不要管狗狗了 你给我说个对不起 对不起 本是一家人愉快相聚的晚餐时间 却吃得热闹非凡 筋疲力尽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您家的宝贝 也有各种让你苦恼的问题 抓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在微信中 搜索育儿大师官微 关注节目公众号 了解更多相关育儿知识 针对肚肚家庭发生的情况 专家老师们决定 马上为家庭解决他们的育儿困扰 首先您的第一个困惑说宝宝 说话不太清晰这个问题对吗 有 不是牛 牛 是有片 你们家宝宝有没有这个 手细段过短的问题 有观察过吗 没有 如果没有观察过的话 我去观察一下 但是其实只有非常低的比例的孩子 大概每二十个孩子 也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孩子 需要通过手术去矫正 就算短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会发音不清楚呢 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从小吃流食吃的太多了 没有好好地去发育口腔肌肉 第二个呢就是遗传因素 你们家有这些说话不清楚的这个意思 没有 那你们家第三个因素会比较多 就是缺乏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对 你们家我看是爷爷奶奶说方言 豆子吃饱了 我们去给我们玩 爸爸跟爷爷奶奶交流也会说方言对吗 怎么以后把语言环境尽量规范一下 尽量规范 然后每一天呢留出一块时间是专门去培养一下语言能力的 这个每天只要加强不用说多长时间 可能十几分钟去听一下儿歌 唱一下儿歌 然后培养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把这语言规范下来 我觉得发音问题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第二个说你们家宝宝性格特别 拗皮气好 就是你们是经常看鱼儿大师吗 我是有看过 那有了解过执拗期吗 没有 还没有了解过执拗期 那我先跟您先讲一下 因为宝宝呢大概在两岁的时候 他就进入执拗期了 如果说你没有满足他 他是由心底生理的不开心 这是他的特殊的生理时期造成的 并不是说这个孩子执拗 你们可能不了解 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观察他很愤怒 想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做什么 扔东西 不许扔 就像在地上啪啪啪啪啪 你躺着吧 你躺着吧 你躺着 我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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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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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好 那我这个给您解释一下 所有你说的这些行为 它都在宣泄它的情绪 都是什么 就是坏情绪是会传递的 挫折感是会延伸的 就是我这些事没做好 我要和爸爸对着 其实只是我的一个执扭行为我没有得到满足 下一件事我一样做的不开心 结果从天到晚你就会发现 你们也在发脾气宝宝也不开心 嗯 对 你看看 这个执扭器有其实有一个 之前我们讲过一个关乎原则 不关乎原则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新的方法 叫三一原则 什么叫三一原则 满足它三件事 第四件事 那一件事你就能干成了 因为孩子的心理上 已经得积了一定的满足感 它是愉悦的 好 今天我们观察了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杜杜刚开始对乌龟是很温柔的 摸它 摸它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水 是不是倒在桌子上的问题以后 爸爸是拽了它 杜杜就生气了 开始拍乌龟 开始拿直赌乌龟的头 爸爸有记得吗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是所有小孩都是这样 就是我在遇到了比我大的个体 向我施加 威胁 暴力的时候 我一定会找一个比我小的个体 去施加暴力 爸真的早就打你了 妈妈 这不行吗 这为什么 因为他在家里面 一方面遭遇了爸爸这个 比他高大的人 的一些威胁 再一个妈妈的不理解 所以他的执拗期的这个 心理压力是无统发泄的 嗯 嗯 知道吗 我发现自己在幼儿这方面的姿色太缺乏了 我跟我老婆需要恶补幼儿方面的姿色了 好不夸张地说一件事情啊 就是您家的宝宝和父母的连结感 嗯 之间的连结亲密感 是我见了很多家庭中 嗯 不能说比较低 是很低的那一种 哦 加强个孩子的连结 在他真的觉得很难 很 这个事我要做的时候蹲在门 他说宝宝 你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吗 看着他的眼睛 嗯 我们讲这就是孩子之间的连结 这个在你们家非常弱 是 不仅仅是你们 你和孩子 包括以后你们夫妻俩 包括你们和爷爷奶奶 的连结都要加强 因为我们讲 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就是以后 小肚肚跟他的伴侣的相处模式 没错 但是我今天通过观察 我觉得你们俩的交流也非常少 可能是疲于应付孩子对吗 对吧 是不是觉得孩子的事已经够骚心了 可能两人都在围着孩子转 以后你们俩 当着孩子亲密感也要提升 只有这样 孩子才觉得 我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 说此外 我也能够认识到是因为我们的一些 急躁的性格呀 造成孩子这么 可能更加急躁啊 或者说表达上 不是那么柔和 那么柔软 因为我带来的事情很少 亲密感这个东西 我觉得确实有点缺乏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首要的关系 一定是夫妻关系 是他对于爱这个词最初的理解 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就是爱 那我的爸爸妈妈和妈妈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互动呢 在他的心里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萌芽 一直在长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回孩子有一些表现性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你们家吃饭 吃饭这一块有很多的问题也需要给你们指出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解决的办法应该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解决他一些性格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可以利用我一些知识 教妈妈一些方法 就如何让孩子爱吃饭 接下来营养专家徐静老师将针对肚肚不爱吃饭的问题 为他准备了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营养餐 电视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赶紧学习起来吧 但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目的 就在一个饭里边让它食材种类多一些 组合在一起又不让孩子觉得特别别扭 就不让他感觉别扭 你看这个三文鱼 三文鱼里边含辛多 它也含有一定量的铁 鸡蛋里边铁这个铁不行 好多妈妈误会觉得这个特别不铁 它不行 但是它怎么知道优质蛋白质好 优质蛋白质丰富 小孩的抵抗力就会强一些 这样呢我们用的你看西兰花 西兰花对孩子眼睛特别好 大人吃也好 你在家里头炒成这样一个炒饭 全家都可以吃 如果放宽了说的话 就是补钙首选卤制品 补鲜首选海产品 补血首选鲁肉和动物肝脏这些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就是说因为我平时也会给它炒饭 但是我炒饭只有一种 就是西红柿鸡蛋就仅此而已 其他花样我都没做过 来帮我拿个鸡蛋 好的 如果宝宝不忌讳吃葱的话 你可以给它这个炒饭里放点葱 可以放一点 然后我们三文鱼为什么要煸一下 这三文鱼吧就是你煸一下 它口感特别好 我们也没用太多的油 就是给它煸出来那个鱼香 去那个鱼腥 宝宝肯肯定就爱吃了 你这个米饭是这样 我给你用的是今年的米饭 你在家里面如果有昨天的米饭也没有问题 好 行 好了 来 我们煸一下啊 我的建议把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把哪怕这个熟的过一点 不让它吃那个蒸的 尤其到夏天以后 我觉得这种加鱼啊 再加黑木丸或者什么 就是更多的方式吧 几种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挺好 然后我们把饭给炒开了 炒散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食材都放里面 加了点盐花啊 都放里面 行吧 那我们这个 这样真漂亮 我们这饭就出来了吧 出来了以后 这里边你说我们有多少食材 紫薯 然后胡萝卜 黄瓜吃不吃 反正也摆这儿了 完了西兰花 木耳 鸡蛋 米饭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今天准备摆米饭 你在这米饭里 比如说加一些那米麦呀 加一些小米都可以 你觉得跟米饭能同时熟的都放在这里 不但这个蔬菜种类多样 还有菌 还有冻性 所有鸡蛋 然后呢你还可以二米饭 那米饭就种类又丰富了 这样的宝宝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吃的 很好 色香味俱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逢 凭复 看一下 这米饭 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样的真性情呢 乌龟在哪里 在哪 在哪 那你敢拿出来吗 敢 敢啊 这乌龟大 这乌龟大 好 再拿不住 我们一起拿好不好 有 来 你拿那边 我拿这边 拿哪都行 好 好 拿出来吧 乌龟有可能饿了 我去拿点龟石好不好 大龟石 大龟石 你先跟他玩玩 好吗 走 你要等我啊 哈喽 哈喽 就是我 我是这些小乌龟 我会说话的 我在跟你说话呢 我的名字叫小豆丁 豆豆 你好 咚咚咚咚咚咚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我去去去小乌龟 对 就是我 就是我 咚咚 你平常对我特别的好 你能像你平常 那样温柔的喵喵的吗 我特别喜欢你摸我 咚咚咚咚 你怎么走了 咚咚 可以给我点水喝吗 我肚子好痛啊 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 我好渴啊 我好想喝水啊 你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吗 你怎么想喝水啊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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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好朋友吗 我可以当你的好朋友吗 我想当你的 啊 就像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好舒服 你要我怎么做 怎么说你才能爱我 就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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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你看哪里呢 是我 是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买买买吧 好舒服呀 来 轻一点 轻一点 很快 轻一点 你知道吗 只有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才能和你聊天 妈妈来的时候 有大人的时候 我是不能和你说话的 我要掉下去了 谢谢你 嘟嘟 谢谢 谢谢 你 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我是第一个想看 渡不渡它对小动物的一个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它只有在心情很不好 接受到一些暴力的时候 它才对小动物的态度也会不好 也会变得暴力 那如果说它的心情是好的 然后有一个小动物会跟它说话 要跟它当好朋友 它对小动物是很保护的 深怕它掉下去 喂吃得很小心地去喂 摸得很细 对吗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想深层次地 想跟你们探讨的是 孩子的孤独感 那如果说你或者他爸爸 或者爷爷男的 都不是他倾诉的对象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 哪怕是小动物或者玩具 是他倾诉的对象 这个我就想开个头 让小都督明白 在家里他是有个好朋友的 是这个小乌龟 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陌生 而且他现在语言上的能力 还有一个局限性 但是随着他长大之后 他一直会觉得 家里有一个小伙伴 那个小神仙小乌龟 我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小朋友对这种契约是记得很清楚的 第三个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一个小朋友的所谓品性 很大程度是受父母影响的 如果我们对待一个事情 很友善 很积极 很亲密 他也会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家的肚子 他亲密感没有 他不会 就是我要跟你讲 他会立刻去听啊 就是这种 他还是会窃窃地生生的 他平常跟小朋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状态 是 对吧 他怎么喜欢跟小朋友 一起玩耍 所以肚子不是那种 立刻特别快就能融入 集体的脑海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先亲密起来 我们对待你们的朋友 先热络起来 多多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是每天能陪孩子 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带孩子出去玩 然后跟孩子一起 做做成长日记 做一个家庭日 大家一起表演表演节目 你们家的亲密感 会很快建立起来 请问方法听话 想要能帮到你们 想了解更多 助力宝贝成长的科学方法 关注丸达山营养俱乐部 宝贝成长知识全记录 来到宝贝之家之前 爸妈眼中的杜杜倔强 不爱吃饭 还有一些小暴力 但是透过一个特别的视角 却让我们看到了杜杜 有爱又有耐心的一面 有时候用单纯的心 和孩子沟通 也许你会收获 更多意外的惊喜 是什么导致两岁宝宝 无法入眠 小杨是一个早产了两个月的孩子 他在宝贝县待了有16天 一周十一个月的时间了 一个整宿觉没有睡过的 打滚 闭着眼睛哭 灯腿 你自己本身睡眠质量 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 所有的信息对他 都足以造成刺激 肝性失诊反复出现 妈妈不断清洁 有帮助吗 先清洁他 停 停 停 没擦你 没擦 没擦就还给妈妈 都好了 她给你 做什么你都得先消毒 太过分的话 消音现在需要探索的 神秘专家到来 专家团深度解读 还宝宝一个健康童年 谢谢大家 宝妈们 如果您家有0到6岁的宝宝 在育儿方面有任何的困扰 或者困难的话 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报名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参与报名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育儿大师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